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距離選前 已經不到兩天的時間了 但是綠營頻頻爆出有什麼不雅片啦 高端的弊案爭議等等 結果呢 王必勝出來發文了 他很不滿 怒嗆在野黨 他說po不雅片 還偷錄音黨 還到高端的股東名次 還跟拍這群人好髒啊 好 這樣一個說法 網友怎麼看呢 網友說 所以說你是間接承認 影片跟錄音都是真的了嗎 你不是說這是戒選是造假嗎 怎麼說呢 po不雅片偷錄音黨 是用偷的 不是用假造的 那難道是承認了嗎 網友說 民進黨以前選舉的時候 拿出一堆所謂的錄音黨來弄人家 怎麼好意思說別人呢 也有網友說 出軌生小孩切割求官 他說必勝師兄 你講這個就沒有說服力了 還有網友說 哎呀沒有錯 綠色真的髒 這一次我挺王必勝罵得好啊 但是現在高端各種相關的 讓大家懷疑裡面有很多不堪 內幕的錄音黨 機密文件不斷地被爆出 好 那麼現在又有一份的機密文件 說原來早在2021年的4月28號 高端竟然就已經生產了 包括了50L還有200L的疫苗原液 總共生產了有375萬劑 可是事實上啊要到了6月22號 他們才完成了二期試驗的查核 二期都還沒有完成就開始生產了 是怎麼一回事啊 再來啦到了7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才終於核准他們可以做 50L的這個製程的產品 而到了這個10月份的時候呢 200L才獲得了政府的EUA 所以在此之前10月份往前推啊 4月份可說是幾乎是半年前啊 產品就已經生產好了 當時可是沒有經過政府核准的 你怎麼知道到時候這樣的東西 就可以拿出來賣呢 完全不知道效力高端就超前 步數這個長達半年的時間 這樣子不會太誇張嗎 好啦事實上高端先前就爆出了 很多的錄音檔 包括有一段錄音裡面說 哎 價格不可以低於700塊錢喔 奇怪你怎麼會知道採購的價格呢 再來啦也有錄音檔說 哎 放心好了一路會開綠燈啊 對啊你怎麼知道一定會過關呢 竟然還敢提前半年就開始大量的量產嗎 好 王畢生出來解釋 他說預採購呢其實是為了讓廠商 有保障研發成功會有買家 那麼這也是在保障我們以後一定可以買得到 當時全球疫苗生產原料都搶得很兇 如果不先準備的話 恐怕就算通過了EUA 也什麼都交不出來 而且如果預先生產後 EUA沒有過的話 有虧損也只能夠請業者來自負盈虧啊 這樣的說法能夠講得通嗎 鄭偉文怎麼看 我覺得很納悶一件事情 王畢生真的是民進黨的豬隊友 第一個他說潑謎片 通常我們知道的謎片就是真的才會潑 而不是什麼身為的 所以他王畢生已經公開證實 羅先生所拍的不雅片是真的 而且他是在我的認知 他是在作為推銷 促進改善台灣少子化所必要的動作片 所以這個廣為宣傳 才會傳得那麼盛 本來說只有六支變八支 現在聽說二十支 看著國民黨的發言人林濤 眼睛都快要脫窗了 至於這個偷錄音黨 什麼叫偷錄音黨 換句話說是羅智正偷錄的 蔡英文的你不否認他為真 總統府到今天也沒有說是真的或假的 他說那個是尊重羅智正的說法 表示他很清楚他有沒有講這些話 那錄音黨被偷 那表示原來是真的才有被偷的問題 如果是假的怎麼有偷的問題呢 假的就自己編造編造都沒有偷的問題 所以表示王必勝心中 羅智正跟蔡英文的錄的聲音 是真的錄音黨 難怪最近調查局都不敢講 不敢講說這是偽造的 到今天為止都不敢講 還有到高端的股東名冊 兩件事情 高端的股東名冊 我們那個立法院黨團最近在打這個 也非常辛苦的 李德爾委員比我更了解 高端的股東名冊一定是真的 才有到的問題 如果是假的 就是說偽造高端股東名冊 怎麼會到高端股東名冊 但這個高端股東名冊是到的嗎 其實也不是 這種股東名冊 經常那種所謂股東大會要開會的時候 自然有人出來搜股條 請問你市面上流通的股東名冊 難道都是到來的嗎 不是嘛 都是公司方面 因為計畫什麼東西而流露出來 這種資料是很多 還有高端還有一個股東名冊 沒有公佈喔 什麼股東名冊 就是他在上市之前 曾徵用80塊錢去辦現金增資 完全洽特定人認購 而且沒有交由原股東或者員工認購的喔 這一部分的 就所謂圈購的也好 認購也好特定人 他的名冊是要公開的喔 放在哪裡有 金管會有 交易所有 那我們請問一下 金管那個交易所 要不要拿來給大家瞧一瞧啊 到底是哪些了不起的人物 可以用80塊買到高端的股票 就隔幾天就變350塊 這個全民大家都希望 有機會買房子啊 靠高端一支股票就可以買房子啊 那為什麼讓少數人所擁有呢 大多數人在打那種 高端董事會說沒有效果的疫苗 所以 至於說王毕說這居然好髒 那我同意啊 拍迷片喔 應該不會太乾淨 然後脫蔡英文的錄音檔 應該也不會太乾淨喔 那高高端股東喔 只要涉及到這種圈購的 或涉及到炒作的 應該也不是很乾淨 所以我是認為王毕勝也講的蠻好的 他講的高端股東很髒 透露蔡英文的錄音的人很髒 然後去拍迷片 尤其未經過女主角同意的也很髒 所以對於這樣的情形 要把它解釋成大陸界選 這個未免會太稍遠了一點啊 我應該覺得說高端股東界選 然後蔡英文界選 然後還有誰呢 還有什麼 還有那位男女主角界選 對不起啊 我們大家都覺得難得在這個 苦悶的這個選戰過程裡面 有這麼歡樂的場面 看著讓那每個人都玩耳一笑的東西 所以王毕勝你看過嗎 看過眼睛也會很髒喔 所以王毕勝用他的身份來講這個問題 他過去的紀錄也經常被人家提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王毕勝真的是民進黨的豬隊友 他的身份真的不適合談這個問題 他身份也不適合講這個問題 第一個高端採購跟他有關係啊 第二個你說迷片男女主角 他也是三人型啊 也比別人都厲害啊 這個至於這個錄音檔 我也不曉得羅志正跟你對話的時候 有沒有透露你的音啊 你大家小心啊 現在連那個誰 蘇貞昌的錄音檔也出來了 你以為羅志正只錄蔡永跟蘇貞昌嗎 搞不好跟陳時中跟王毕勝都已經有錄音了 有沒有還沒有流出來 還沒有流出來表示毕勝兄 你真的比較小咖 你要排在後面慢慢的等 說不定你的錄音檔也很快就出來了 叫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我們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